各位老友好,我是清末书经 今天我们来重置一下装备词条的攻略 还是一样,首先解释一下 上半身三件装备会出现的特殊词条 内息、体魄、身法以及移动速度 那么内息和体魄是分别针对体修和法修的 内息是四点法攻、两点法防 体魄是四点物攻、两点物防 身法则是三点双方向的闪避和命中 也就是三点法术命中、三点物理命中 三点法术闪避、三点物理闪避 就是一点身法就等于那么多东西 所以一般拥有身法词条的装备 装备评分会比较高 之后的移动速度其实就不用解释了 移动速度站立评分是很低的 装备站立评分是很低的 但是其实在八荒以及每日boss 困魔镜boss拉扯当中又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此词条更建议在功法中酌情获取一些 对于中威科来说 你自己的人物手感操纵合适即可 不要太笨重即可 之后上半身三件装备的附带词条 UP又分为了几类 就上半身三件的词条分为几类 会心类、命中闪避类、基础属性类 还有就是防御、真元气血回复 以及刚刚所说的移动速度 UP这里不做明确排序 大概说一下 首先基础属性类的词条 一般情况下为最好的词缀 那么其中UP认为 攻击大于等于真元 大于气血 会心类属性在短平快的战斗节奏当中 就类似我们这个杜解器 技能打一轮就快死了 对吧 可能会和基础属性优先级有的一拼 就短平快的战斗节奏当中 会心类属性优先级就提高了 那么其中会心倍率大于会心 约等于会心抗性 其中额外要提醒的就是会心格挡 不出现在装备的词缀当中 但是它是与会心倍率对应的 其实就是降低敌方对你造成的暴击伤害 但是这个词条在装备纪念和古堡当中 都有加的 大科老为了保证属性的万无一失 也是要记得去补上这个词条的获取的 容易遗漏 那么接下来就是命中和闪避 最后则是防御真元气血鬼腐 移速我们就可以刚刚说了是 例外看情况的做补充 好最后就是鬼斧神功 鬼斧神功则是看运气 基本上没有一意 是最好的词条 唯一就是要告诉大家 紫色装备的鬼斧神功 还是不如普通的金色装备的 好吧 法宝方面首先要分清楚状态词条和普通词条 护盾类法宝 类似疑啊 对吧 这个珠子啊 右上角带新的呢 属于状态词条 状态词条什么意思呢 它是就是具有持续时间的 属于呢 是buff buff一类 而普通词条呢 则是为伤害法宝服务 主要的就是为了那一下的出伤 就是为了那一下伤害 说一下两个特殊词条 和两个注意点 首先呢 回零词条 为降低法宝的CD 也就是这法宝 它你看每个法宝都是有这个CD的 可以减短它的CD 九战词条呢 为增强法宝 给自己的增益效果时间 那么要注意的 就是给自己的增益效果 而不是给敌方的这个简易 它只能算自己的增益 那么就是类似于摩凯 对吧 它有个固本的效果 固本效果呢 就类似于是一个护盾 那九战呢 可以增长这个固本的这个词条 的这个时间 固本的时间 好 OK 那么一共呢 有两个注意点 刚刚也说了 首先呢 法宝物理伤害 法宝法术伤害 也就是法相和瑞丰的词条 对两个方向的攻击法宝呢 都有用 也就是你加法术伤害 对吧 就是法相 在这个 印啊 对吧 钟啊 塔呀 上面也都是有用的 物理 法宝物理伤害呢 对吧 也就是瑞丰 在这个翻啊 幅啊 镜子上面也是有用的 因为呢 他是直接加的固定伤害 而不是呢 按照你的攻击力 用攻击力比例 给你来伤 给你加伤害 第二呢 就是攻击无双加成 你别看他这个名字很厉害啊 攻击无双加成 法宫无双 对吧 瑞丰无双 对于威科玩家 前中期加成呢 一般低于固定伤害加成 就自己可以算一下 UP主呢 现在是已经是快扣起了 中期快结束了 4.38亿的这个法宫 对吧 他这边的话呢 是加58.5% 那么咱们就简单算一下 4624 对吧 就二点几亿 咱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瑞丰词条呢 就加了2.63亿啊 他呢 其实也就是2.5亿 2.45亿的样子 那么呢 是低于这个固定伤害加成的 那么对于伤害类法宝呢 咱们就简单分一下 这个词条的优先级 那么回零呢 肯定是大于法相和瑞丰的 那么再大于等于呢 这个法相和瑞丰的无双 再大于等于呢 这个主修方向的命中 然后呢 这个彗星呢 我们单独拉出来说 对吧 因为法宝伤害呢 是有上限的 所以呢 彗星方面呢 彗星 这个这个法宝上面的彗星呢 大于彗星倍率 这里呢 就没有彗星 抗星了 好吧 状态类呢 则 回零 约等于九战 状态类的词条 我刚刚说了 回零约等于九战 大于等于呢 彗星 彗星倍率 还有彗星 对吧 约等于呢 这个主修方向的命中 就是这个命中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 是大于这个气血恢复 最后呢 再附赠一个 就是这个 护盾类古堡的这个 柄字词条 也就是这个护盾法功加成的意思 不是开护盾给你加法功 而是呢 按你的法功啊 给你加护盾 听懂了呢 那也就不用up主算了 对吧 OK 那本期视频内容呢 就补到这些 希望呢 大家能给up主一个三连 也谢谢大家的耐心观看